云青已经让云桓先回家去报平安了 毕竟这么晚还没回去 云文叶和杨玉娘必定是担心坏了 而云青一直处理到了大半夜 才把少远川身上的伤口给处理得差不多了 云青也很累 又饿又累 完全是强撑着 一处理完人就昏了过去 到了天快亮的时候 守着少远川的少学林 发现少远川发起烧来 心瞬间又提了上去 情况紧急 少学林就算是背 也要把李大夫给背过来 平日里两个时辰的矫程 硬是只走了一个时辰 嗯 伤口处理得不错 血早就止住了 如此 只要退了烧 便不会再有生命危险 退烧的药我带过来了 你们抓紧去 大货三碗水熬成一碗水 闻言 张月娘连忙去熬药 少学林又请了李大夫去看看云青 李大夫看完了云青 还留下来观察了一下少远川的情况 学林啊 你家小子那一身的伤 是谁处理的呀 少学林心底啊 咯噔一下 先前没想太多 现在想想 让云青帮自家儿子处理了伤口 那若是说了出去 坏的可就是云青那丫头的名声啊 在山里正好遇到一位上山采药的大夫 人心好救了远川一命 也没留下姓名住址 不然等远川好了 我还想登门道谢呢 哎 那手法比老夫还要高明一些啊 最关键的是 是那止血的手段 若是老夫能够跟他请教一样 哎 往后再遇到这种大出血的病人 也可以多救回几个人啊 少学林扯唇笑了笑 心里也在庆幸 好在少远川命好 遇到了云青呢 云青足足睡了一天 傍晚的时候才醒了过来 大姐 我都要被你吓死了 大姐这不是没事吗 哎 我的猪篓呢 哎 在这里 我一直守着呢 连门都没出 说完 一双眼睛 膝带地看着云青 云青失笑 多夸了云环几句 在竹楼里挑选了几样草药后 云青拿着谨慎的半根身 犹豫了一下 又掰了一半下来 大姐 你又要出去吗 娘跟你流流饭 嗯 娘跟小肉呢 哦 他们知道大姐没事后 就去地里了 哦对了 昨天的事情 你是怎么跟娘说的 大姐 我昨天又撒谎了 嗯 你说什么谎了 我爸娘担心 爷爸娘不让我们上山了 我告诉娘说 我们是在半路上 遇到受伤的远穿疙瘩 云青也松了口气 还好云环呢 没有老实交代 否则的话 以后 他就别再想进深山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